红黄早年的外号名叫名门皮女 名门是因为她的出身 皮女则是形容她作风猛烈 红黄12岁时被送往纽约学习英文 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学院 曾经做过咨询有色金属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工作 红黄的家世背景显赫 外祖父是大学者 父亲是北大教授 经济学者洪军燕 母亲则是著名的外教官张寒志 也则是领袖的英语老师 有中国最后一个名媛之称 红黄经历过多次婚姻 红黄的第一任丈夫是陈凯歌 86年离婚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位律师 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他们的离婚 而且对方要找一位典型的东方女性 红黄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乐天派 后来红黄谈起了与陈凯歌的婚姻 表示当年与陈凯歌分手是因为她的妒忌 太多的女人喜欢陈凯歌让她晕菜 如今红黄已经56岁了 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她的锋芒开始内敛 但却没有消磨 更平添了宽容扩大 近日红黄与身形绝佳的美女们合影 虽然身材持续走行的红黄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心情 自信的她依旧喜笑颜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